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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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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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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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扶四是阴阳者 万物之根本亿 从之侧致亦 自侧乱 反讯为益 视为内恶 是故性人,不自已病,自未病 不自已知,自未知,此之惠啊 扶病以食以口弱之 亂以食以口自知 喜悠渴而穿正,等而注追,不亦万福 道者,道者,生日行之,愚者会知 从阴阳得生,亦知走事 是,我作的一系列的歌要来考MITTERM MITTERM的那种人物我都作了 只可惜,我又没勇气在内音的tutorial 唱一次 多谢萧生,萧生很棒 给了我首次发表自己的作品,多谢各位 大家好,欢迎回到皮帕乐坛的时间 因为我这个星期会先讲一些剧评 所以我先讲中文 我还有工作片,工作片是英文的 我讲剧评,因为我不是讲英文剧 所以如果用英文讲的话,就会很困难 其实也不是的 因为我打算讲那部台湾剧 其实也可以英文讲的 不算了,我还是讲广东话 因为我有点点 在我讲这部剧之前,我就想 因为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今天是星期一的立大台和《桐桐》讲《鬼前才》 我都讲了两次 然后我再听听他讲 我看我跟他的品味很不同 其实他讲很多东西我都认为 我觉得人物角色性格是非常不讨好的 尤其是姜濤和Ian 其他人的角色其实我也觉得OK 但姜濤和Ian的角色是特别讨厌的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是的 可能那个位置会令到 就是你越看越生气 就是生气姜濤 因为你会觉得他越来越讨厌 就是最初没什么 然后觉得他越来越讨厌 不过是的,他有缘两直 然后彤彤觉得 头五集是最不好看的 但是我反而就是觉得 头五集是最好看的 因为 其实头五集是很无聊的 都是小小小的很无聊的东西 反而彤彤觉得 《贵前赛》里面 因为他家冊很多 有少少 就是初初看就觉得很有趣的 一些FF的片段 就是 跟着都是有抄一些reference 跟着有日文 韩文 泰文 那些呢 我初初觉得很有趣 但是跟着到剧后一点的时候 就是我又觉得那些位置是 浪费很多时间 很无聊 还有不好笑 但是彤彤彤觉得那些 他接受到 反而觉得我是很接受不到的 不过可能因为他一次过看 就是 就没有觉得那么讨厌 因为有时候 那些FF的话 你占了成 四节里面 占了成一节时间 然后就会觉得 很浪费时间 就是阻止我故事发展 因为其实 他第六集到第十四集 都是每个人物的 各自的黑画或者成长 然后 那里已经很不够时间 就是 每一个各个人物 因为他想得很大 开了很大 就是 全部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点开大了我头 那我就觉得 反而他就变得很急 就是每一个人物的故事 那些FF场面 我就觉得变得很非必要 那还有呢 我想说什么呢 还有彤彤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 那些戏里面的人 全部的错都要犯好几次 才懂得改 我觉得这个是现实来的 就是 现实中 人是 你不会犯一次错 然后你就会改 这个世界上的人 没有那么聪明的 尤其是男人对着女人 那些重复犯错的话 犯三次之后 即是一部剧主要就是说 因为一部剧真的 不是说蓝球 一部剧 他最后面就是很好看的 最后面就是个蓝球赛 很好看的 但其实一部剧也不是说蓝球的 那 不是 他是主要说每一个角色的 自己的故事 成长 改变 所以我觉得 如果每个角色都会犯一些很相似的错误 好几次 然后才会改变 那我觉得 也挺合理的 这件事 Anyway 但也播完了 我到现在都觉得 是比蓝牌女将好看的 然后我得到结论 其实 为什么每个都觉得蓝牌女将好看 而我觉得不好看 反而贵前赛会好看一点 所以 就因为我觉得 蓝牌女将 除了我说的速度 他那个时间线很怪之外 我觉得会闷 就是因为我觉得太烂热血了 不是真热血 我觉得很烂热 烂热血 就是 还有可能当时他们也很新 那些演技又不是那么好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还有很闷 还有空镜真的太冷多了 所以在贵前赛会这方面 反而我觉得是做得好一点 还有好看一点 可能因为真的不是一部运动剧 所以 我想可能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一部运动剧 那个光很奇怪 我试试拉了这个窗帘 拉了我的窗帘好多 刚刚这里好像中间有一条光了的线 在那个面中间 Anyway 其实我本来还想着 为什么 但是关了那个窗帘 然后我的眼睛好像不见了 就是眼的那条边不见了 是不是要画眼线 Anyway 不要紧了 搞得现在好像没有眼睛 你要很近才能看到我的眼睛 要不然你只是看到眼珠 可以开开一点 我现在还有一些很无聊的东西 开一点 咦好像 那个问题是在 因为那些光在那边 就是如果我开 我用这边 拔过来这边 好了 算了 我不搞那么多东西了 隨便吧 你们都不是看的 你们都是听的 不要紧 Anyway 是 哇 我花了一分钟去做些无聊的东西 我都还没讲到整题 但其实讲整题之前 我还有少少东西想讲的 因为呢 今个星期 讲起了运动剧 今个星期 Viu就开了新的一部剧 就是《城角》 就是讲运动剧 就是讲运动剧 暂时来说呢 我其实不会讲的 但是我很快就讲 我打算下个星期讲 因为我现在也有集集看 因为 只要我没有东西 都是找一些东西来说 所以我也要看完它 虽然不是我喜欢那些MIRROR的剧 但是也是MIRROR的剧 以及运动剧 而且其实 如果以运动的影视作品来说 对于打的影视作品 我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打拳 武打 各种各样 总之是打的 我也是比较喜欢 因为在运动方面 其实我会做的运动 我基本上除了健身之外 我自己主动学过很多运动 都是武打类型的 所以就是 我会有心机提多一点 如果作为运动剧来说 但是呢 我其实 因为那套剧 是Based on 一个港幻死角的 但是 因为只有八话 那个死角 然后我就很快速地看了 然后我觉得是Shit到不得知了 这个故事 然后再加上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集 那一套剧 但是再加上 就是因为Viu 你要变成一套剧 就是 加很多故事线 加很多人物下去 那呢 我对它是完全没有期望的 那暂时来说 我觉得 AK 就是主角 Anson Kong 他就 我觉得他的角色 暂时来说 看来是舒服的 那 那 那 因为傻子的角色 我也喜欢看到傻子 傻子的傻子 傻子的角色 哈哈哈哈 还有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如果大家对于季前赛 很多人都会觉得 为什么 完全没有运动 但是 在城角里面 他就是 不停地打 在街上被人打 在拳馆那里打 那 打的部分 即是运动的部分 就多很多 而我是 有心机看的 因为打 我是 就是喜欢打 哈哈哈 AK之前也做過一部《打天下》 都是ViuTV的劇 但我沒有看的 無論如何 沒關係 我看看有空就看 但都劇暫時來說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但有幾個角色 蘇麗珊 梁祖堯 那些角色我是憎恨的 去到那些地方就很悶 昨天晚上 我在做節目的時候 我現在是星期四 星期三晚 第四節是瘋狂的 不知為何變成文藝片 那一節完全是說蘇麗珊和梁祖堯 有幾個孤單寂寞的朋友 完全不知做什麼 所以我再給他一個星期 下星期才正式討論這部劇 好看還是不好看 因為到這一刻 我都未能夠定斷是好看還是不好看 那好了 我終於說了我的正題 那就是我看了一部Netflix劇 其實我是覺得我是被Netflix騙進去看的 我被一條trailer和Netflix的文字騙進去看 我以為自己在看一部平衡宇宙的劇 但原來整部劇只是說性侵而已 然後就有點生氣的 被Netflix騙了 因為其實再多兩三個星期 我網上其實 我打算說那一部就是 他和他的他 英文就是 叫Shards of her 即是他的碎片 我看英文那個 間階和trailer 和叫Shards of her 的時候 我都一直誤會了 他在集中是一個平衡宇宙的劇集 但是呢 我是 我是偏偏的 但是 其實我上網 前兩星期 都看到有很多人在說他和他的他 我看到看到香港的網友 主要都是覺得演技很奇怪 然後 我看到一些評語都不是非常好的 對於他和他的他 但是我看到有些台灣的網友 又或者一些台灣的報道 都是讚得這部劇是不得了的 但是其實因為我一直都沒有發現 我打算開來看的 這部所謂的Shards of her 就是他和他的他 我是開來看之後才發現的 那我也開了 那我就繼續看了 但是我其實沒有認真看那些評語 那我也大概知道是 有關於性侵 但是我就沒有想到原來 整部劇貫徹始終由頭到尾都是在說性侵 那樣的 那就 很壓抑 我有一點點覺得 就是 我看 那 我是打算劇透了 所以如果 你們不想被劇透的話 你們是可以過 過二十分鐘才回來 但是其實 我總是覺得 我們的聽眾 又或者你們 你們 你們一心也在check room 你們這班 好像都 不是很覺得你們看中文劇 看你們都是看西劇 所以 說了也沒所謂 我想 Anyway 總之 一開始 故事一開始 我們就看到 好像有一個 兇殺案 那樣 然後看到有警察去查這個兇殺案 那 寫者就叫這個 謝志忠 但是 鏡頭一轉 我們又離開了關於這個兇殺案的地方 那我們就去到女主角 女主角就叫做 神希 那 糟了 我忘了她 那個演員的名字 應該是說 我不知道那個名字是怎樣 她叫許偉 不知道什麼 Sorry Anyway 神希 她就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女性 在一間很厲害的獵頭公司做 類似登上雜誌封面 是那些什麼事業女性 多少大那些事業女性 那些 那 她就是一個很跟所有人都很疏離的人 她不跟同事玩 她對她的男朋友很冷漠 她的男朋友對她很好 但是她對她的男朋友很冷漠 她是好像生氣了她媽媽 然後她是不去應酬的 有一次她以為自己可以升職的時候 就真的去應酬的時候 她其實是被騙去應酬的 那時候你就會看到 她有看到兩個女生 她應該是認識那兩個女生 然後她就特意避開那兩個女生 後來轉換了 原來她是她的中學同學 然後也看到她 遇上了另外一個中學同學 但是她又好像很生氣她 假裝不認識她 然後 但是總之 第一集裡面 她就被 她的老闆 有一個親戚 在海外歸來的親戚 加入了之後 然後 那個男人 就叫Danny Ganny 就嘗試去 就是 處處都針對神希 然後 就 嘗試 騙她回公司 然後想 強姦她 然後 她是逃跑了 就是神希是逃跑了 逃跑的途中 然後被車撞到 就是她開車的時候 被人攔腰撞到 然後就 昏迷了 到第二集 她醒了 然後 然後 她醒了之後 她就在另一個世界那裡醒了 就是 她就醒了 在一個 她的家鄉是在宜蘭 她在台北上班 她就在宜蘭那裡醒了 然後發現世界是完全不同了 然後她發現了在這個世界裡面 因為她原本那個世界 她的弟弟 她的媽媽生小孩和她的爸爸已經過世了 她也不是住在家裡 因為她已經生了她媽媽 但是她醒了之後 她就在宜蘭的家裡醒了 然後爸爸和小孩都還在生 然後 那兩個 第一集 我們看到那兩個她的同學 仍然是她的好朋友 然後她又發現自己 就是電話裡面的通訊錄那些 那些全部都不同了 然後又發現了 就是後來她找不到她的男朋友 那 但是後來總之她就遇到她的男朋友 但是她的男朋友在這個世界裡面 名字又不同了 亦都不同職業 她在這個世界裡面 即是在原本那個世界 她的男朋友都很澀有成 那些官子骨骨穿西裝的男人 但是在這個世界裡面 她的男朋友就是一個警察 然後是很粗魯 鄉下 說台語那些 很正常的鄉下人 然後呢 就 總之 一開始的時候 那一個兇殺案 就是在這個世界裡面發生的 那兇殺案的死者 那位謝志忠 本來就是 這個謝老師就是 神禧中學的時候的老師 但是她就說她是不記得的 那她起身之後 就是除了去一個不同的世界之外 她是 很多記憶都忘記了 就是她是 然後她覺得 在這個世界裡面 好像大家都隱瞞她一些東西 好像 故意不提起一些東西 就是因為她自己也不記得 那她家人就好像有東西隱瞞她 那樣 她的同學也好像有東西隱瞞她 那總之在一次爭執的時候 那她就 她撞到頭 然後就開始記得一些東西 那她就記得了原來 欸 等一下 我有寫notes的 我很勤力的 我想說 因為打算說這套劇 另外那邊那些不關事 我寫了很多notes 所以 但是我現在打了到電腦 那裡有些不同的notes 就是我有整合過 我想看看 sorry 然後她就記得了 她終於記得了 原來 那位她不記得的 那個被兇殺的謝老師 就是在她中學的時候 在她初中的時候 就強姦了她 她也發現了原來她在第一集裡面 她不肯認的那個同學 都是被同一個老師性侵過的 那然後 為什麼她會 這麼生氣她媽媽呢 原來就是 就是 最初她 她終於跟了家人說的時候 然後家人 其實她媽媽是相信她的 她媽媽也很激動 但是 但是 經過一番波折之後 其實她自己走去報警 然後 她就確立了 然後 終於是 學校就 去遮掩了這件事 然後她爸爸媽媽也 沒有去跟她再追究這件事 嗯 就是 有一點點像 是相信她 得來 又不想相信她 這樣 然後 然後 也知道為什麼她會生氣她那兩個同學 那兩個同學 就不是初中同學 那兩個同學 就是她高中的同學 但是 因為 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總之她就跟了她其中一個 就是那兩個朋友裡面 其中一個 說這件事 然後 另外那個朋友 就是另外那個同學 就因為 有一次 聽到別人說 說神希壞話 然後想她 幫忙 她是初初的原意 是想幫她出頭的 但是 就 誰知道 就說 就是 出頭的時候 然後打架 然後她就說了 神希這件事出來 但是因為原本 就是 答應了她 不會說給別人知道 這樣 因為這個都是秘密的 這樣 所以她就生氣了兩個同學 然後 然後 原本是有一個兇殺案 一直都不知道究竟是誰殺的 但是到頭來 就發現原來 是 另外那個被性侵的同學 原本想用安眠藥 去殺死謝老師 但是 在同一個時間 在同一個時間 神希的父親 又上來 殺了謝老師 但是 被 同學 阻止了 然後 到最後 是神希的弟弟殺的 這樣 然後 但是 後來 到了一個位 但是 警察還沒抓到她弟弟的時候 她弟弟就想去殺謝老師的老婆 因為她也是有份傷害她姐姐的人 這樣 然後 但是 她想殺她的時候 誰知道被她反捅了一刀 然後 神希去被 那個 謝老師的老婆 騙了她 去找她 然後 謝老師的老婆 也想殺了神希 然後 但是神希就逃跑了 然後 到了這個位 忽然之間 神希又掉到原本的世界裡面 然後 原來從頭到尾 她也是沒有掉到另一個世界 她從頭到尾 她只不過是心理病 她有PTSD 然後 然後 產生DISOCIATION DISOCIATION 就是解離 就是 所有的事情 她都是忽然一失神 然後在她腦裡 就發生了很多事情 然後她就會醒來 不知自己在哪裡 所以 從頭到尾 這部劇 都不是一部平衡宇宙劇 我只是被她騙了 Anyway 總之 她就發生了這次 最嚴重的 DISOCIATION 解離之後 她就回到原本的世界 然後 就 大團圓結局 類似 就是 她在 她跟媽媽和好如初 跟男朋友和好如初 跟男朋友和好如初 跟著 第一集 要性侵她那個Danny 被那個 就被拘捕了 跟著 另外那兩個朋友 都和好如初 那就完了 好像是 讓我看看 對 其實《刀劇》裡 也有很多 一些很不合理的位置 其實 如果我不是被她握了 就是一個平衡宇宙劇 的話 其實 這部劇 真的 真的 演技 可能 年輕一點 即 年輕的 神希的演技 就真的有少少 不知道怎樣的 有少少差 有少少怪的 但是 如果以故事 論故事來說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 就有一些很 很不合理的地方 例如神希的男朋友 原本是不知道神希的過去的 然後忽然之間 是因為神希的舊男朋友 打電話給她的現任男朋友 然後 告訴她 她有一個網上的blog 又或者她的網上的日記 那個帳號 然後 然後 她才知道這件事 這件事很不合理 然後 還有些什麼呢? 然後 她又有一個位置 很不合理 就是 她看到她弟弟 被謝老師的老婆 捅了刀的時候 她不是馬上去報警 不是馬上去 就是 最初是有救她弟弟的 但是之後 謝老師要跟她吵架的時候 她竟然起床和她在吵架 她不是先救了她弟弟的 然後 這些位置也是很奇怪 不過 這也不要緊 但其實 真的很壓抑 這部劇 因為其實 除了 她和 她的同學 給老師性侵之外 也還有其他一些性侵位 就是 例如她那個朋友 她那個 本來想為她 為她出頭 但是 終於 說了她的故事 出來 那個朋友 都被人性侵了 即 不是被人性侵 她被她男朋友 拍片 然後 類似放了上網 然後 她覺得自己很髒 然後 因為她其實 她是一個 也有些 Meme的人 但是 她是一方面 真心當 神希是朋友 但是 另一方面 有些 有些 妒忌 她那種 然後 她被她男朋友 這樣拍片 放上網 然後 她就覺得 她原本 唯一 覺得自己 贏過神希 她還是乾淨 但是 然後 誰知道 跟神希一樣 很髒 這些 真的很姊妹 很姊妹 那些 我想 女孩子之間的 友情 真的有時候 就是這樣 你可能 真的很好朋友 但是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出賣了一個很好朋友 這樣 哈哈哈哈 但是 又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以繼續跟她做朋友 這樣 就是 很奇怪 但是 好像 女生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不是說 很多女生的朋友 對 我的女生朋友 我也試過有一個 那個是我的 best friend 其實到今時今日來講 雖然其實很少聯絡 因為她 結婚了 生了兒子 現在不在同一個國家 不在同一個地方 那她是 其實有兩個女生的 best friend 都是這樣 她都 真的很姊妹 不是 我有幾 我總共有三個女生的 best friend 有兩個是我中學的時候的 best friend 那就是 那她們現在都在外國 所以少聯絡 但是我仍然 都是當她們是 best friend 只不過 就是中學的時期 她們是會 她會做很多事情 就是她不是有心的 但是她是會 做一些傷害到你的事情 就是例如我其中一個 best friend 就試過 就是因為是另外那個 best friend 跟我講的 哈哈 那就是她們在街上 就遇上了我一個舊男朋友 和她那個舊男朋友 當時的女朋友 那她們就 就是她們認識的 那她們就 坐下來吃 tea 然後 我的 best friend 就在那裡 就是因為那個舊男朋友 那個女朋友 就很討厭我 那就是在那裡 說我壞話 那樣 然後那個 best friend 就跟她一起說我壞話 然後另外那個 best friend 就告訴我 但是另外那個 best friend 就更加精彩的 另外那個 best friend 以前那個年代 是會 我們有舊架 等等 那樣的 那時候她不認識 我有一個男朋友 她不認識那個男朋友 但是好像類似是通過舊架 她們認識了這樣 那她又不是要追求我那個男朋友 但是很奇怪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個男朋友 我跟她是長一點 然後她是走去跟那個男朋友說 我每晚都去party 就是不要對我這麼有心 就是她就告訴我那個男朋友 我不是這麼認真 我每晚都去party 然後就叫那個男朋友 要小心點 但是接著就導致那個男朋友 就經常奪命追雲call 就是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就令到我的關係很差 然後 那時候只是一個 十七八歲的我 我是很怕 就是會很怕一些很 很 實際的誠意 然後 那時候 我那個 best friend 就叫那個男朋友 買個戒指給我 就是for valentine's day 然後我就 馬上很害怕 後來很快就跟她分手了 但是到頭來 那時候 那個男朋友 在幾年後 機緣巧合之下 聊天 然後她說 原來你也是一個好人 然後 我說 為什麼你會覺得我不是一個好人 然後 去到那個時候 那個男朋友才去 告訴我 原來有這樣的事情 但其實到頭來 到最後 我也是兩個best friend 我也是原諒他們 我也仍然當他們是best friend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雖然我看這部劇的時候 我覺得 有一下子 我就覺得 怎麼會 怎麼原諒到這兩個人 就是那個 到最後 大團圓結局的時候 就會覺得 你怎麼原諒兩個這樣出賣你的人 但是 對 我後來想想想 我發現了 其實 女孩子之間 所謂好姐妹 真的 是會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 沒有 這部劇其實主要令我想起這件事 然後 我看到很多台灣的review都說 有女兒的媽媽都一定要看 我覺得 我覺得 作為父母 是應該要 你的孩子跟你說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都應該採取了相信他的方法 你先相信他 然後才再去 我覺得 一個小朋友 或者一個年輕人 受傷害的時候 最需要支援的時候 我覺得 父母是真的需要 給這個支援 而這個世界 我相信 很多父母 都 未必 很相信自己的子女 對他們 長大之後的影響就很大 這個就是 我對這套劇的感想 說真的 不是一套差的劇 只不過他騙了我 就是這樣 好 接著我會有工作的影片 就是英文的 然後 下個星期就應該會說成國的 就是這樣 好 謝謝你 繼續看我的工作影片 拜拜 我希望我沒有做這套劇 我沒做這套劇 我可能沒有做這套劇 我可能沒做這套劇 希望不 但無論如何 所以 我為這套劇 是這套劇 這套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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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看到我 從一天的筋架架 從一天 前幾天 所以我們開始回到最初 因為我開始 兩套劇 我開始做兩套劇 因為我們有一個 custom-made 然後我們要做兩套劇 然後我們要做兩套劇 在同時 讓他選擇 一套劇 但是 所以 我已經準備好了 其實這套劇 我已經做了 因為我已經做了 這套劇 我已經做到 一套劇 所以這套劇 是前幾天 甚至前一套劇 我先做到 你從來 從來 我們開始做 我先做這套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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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這套劇 因為我先做這套劇 我先做這套劇 我先 Olive 我們先做這套劇 我先做這套劇 後來 пос precis 我要把針 做我 一半的組件,就是一半的組件 這個組件我為了一半組組件 但是,我會把組件組件組裝在一起 我會把組件組件組件同時, 然後我會把組件組件組件同時, 我會用一個組件組件, 其實我會示範你這一點 一秒钟 然后 我将写上线和线 线的线 因为第一个线 我将将在线上的线上是水管线 所以我需要用线上的线上的线上 让我线上线上的线上线 我将将在线上的线上 这是我将去线上的线上 现在这一套是准备了 但我的准备不准备 所以我还没有放在一起 我喜欢做这一套二套一套 所以我喜欢做两套一套 这一套我们必须把这一套的线放在两套的帽子 像是在两个肩上的肩膀 我认为太冷 甚至我的肩膀感到很酷 所以,Loren已经放在一肩膀 我不知为什么他不放在另一肩膀 所以我将这个肩膀移动 我将我的相机移动 wait maybe on the other side because oops because i use my right hand so you probably can't see if i put it the camera on my right um okay put this closer okay so there's also a back side and a front side top side for the template so i make sure i put the back on the back okay so for example for this block here i'm just gonna put in a pretty deep scrape mark basically this thing just like scratches into the wood and make a mark and then i'm gonna put in a pencil line so it'll be easier to see i'm gonna do this bit by like block by block okay put in a scripeline here scripeline here and then pencil in the scripeline i'm gonna do the same for all the other blocks and then i have to make sure um i really scrip it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form i mean to the template it just saves a lot of work later on because um i need to make sure i remove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 scripeline to make sure my rib structure doesn't become bigger then it should be a little close here actually most sometimes i also do the i also gouge out the top block when i first gouge my um corner blocks but i haven't had time yet i've been quite busy it usually takes me about um 10 minutes to um gouge out each block but since i'm gonna be talking at the same time so i don't think i can finish one in 10 minutes but i'll i can probably finish one within this half hour i can show you i'll just concentrate on one block and then i'll show you guys how i gouge it and we got a electrical plane recently it's very fast but it also makes so much dust and wood chips everywhere so i have like random wood chips just flying around okay okay see so i've got the i've scribed and penciled in both sides now it's time to gouge i'm gonna bring the camera back to my right side okay let me pick a corner to gouge first i'll probably gouge this one first looks like it's got the least wood okay should lower the camera a little let me see okay you should be able to see this okay since this is like um this is spruce it's got very straight grains so it can actually split very easily it comes out like i cut in a little and it splits out the whole bit would just split out and then i'm just gonna take out a little of the extra bits on the outer perimeter of the block perimeter of the block then i'll start gouge it's so messy it just won't fall right into my bin which is right underneath me but we've also got to be careful sometimes the grains aren't like super super straight so when it gets to the other side it might go in too deep on the other side if the grain is twisted let me check okay that's fine it's not that twisted that grain okay i'm gonna split just a little bit more and then i'll start the actual cutting okay see i'm very close to the line now now on both sides now i'll start um cutting it in a way that it's hollow in the middle so i want this part to be hollow like say if i put on uh i don't have a small straight edge at home but this is straight so if i put on a straight edge there should be a hole in the middle like i should be able to see a little light coming through from the other side because it would be hollow it should be flat as in like this straight edge should lie flat here but also hollow in the middle so there is space for the glue to go when i put glue on so i'm gonna start cutting it i'll get it close and then i'll start using a file right now i'm like mostly just trying to make a hollow and of course cut a little bit of that height too get it a little closer to the scribe line but you can't really see it because i'm getting close to the scribe line on the opposite side i'm i'm looking at this side when i'm cutting this way because i'm cutting it as close to the scribe line as possible before i start filing it and these areas here it also has to be hollow but it's like sticking to the form so it's a bit more difficult okay so i got to this close on this side you can still see the pencil line and the scribe line but when i'm done with it after i'm done with the other side after i file it it should be gone so i'm gonna do the cutting on the other side the part where i make it a little hollow sometimes it cuts better from one side than the other i feel like this is the case here because i'm a little stuck in the middle okay it's not too bad last time well not last time probably the time before this we tried using well i tried using um blocks made out of willow that was much harder to cut and split so this is actually already not that bad even though i'm stuck at some grains i might tear out tear it out if i keep going so i'll try to go from the other side i start from the middle or a bit towards the other side so i can make sure that i do have a hollow i hope the block is still on screen i think i might have made it too hollow that's okay for now or i may not have so i'm really close to the line on both sides now i'm gonna start using a curved file to get completely to the scribe line well i want the scribe line to be gone actually it's a bit awkward to hold it i usually kind of like clamp it between my body and the table but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camera angle i cannot be facing straight so i'm just clamping it with my knees while i file it i'll look and make sure i'm still both sides are even i think and then also i can tell if my block is hollow or not by looking at the file marks because the camera is not clear enough so i can't show you but if i see file marks in the middle here then obviously it's not hollow if it's hollow i wouldn't be able to file into it so i'm gonna fix that too i'm also gonna go a little closer to the line and when i'm just making the hollow i would just gouge from the side that's easier to gouge from like the grain the wood wants to be cut that way okay okay so i put in a bit more of a hollow and then i'll file again and then i'll make sure it's filed evenly and i'll see sometimes because the the file is not uh very even from top to bottom so sometimes i would get to one side before i get to the other side so i just gotta shift my hand a little okay so i'm getting like really close on this side you can still see a bit of the pencil and scribe line here i don't want that i'm a little bit further away on this side so i gotta work on it try to cut a little bit more actually i can just file it but then it's much faster if i make a few very small cuts and and where the block sticks to the 它不是很厚的形状,所以我把它放在很厚的形状 OK,它看得很好 我应该可以做 I can still see that there's more pencil on one side than the other Make sure all the pencil marks and the scribe lines are gone I'm only using the file this way because this part requires me to do it this way or else the file is actually a push file so it actually only cuts one way but I needed to do this make it even on both sides so I'm using the file sideways just a little bit more it gets a bit tedious towards the end because it's really just a 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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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 and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because if you let it be too big in this step and at the next step it's just gonna get bigger and then your whole instrument would be so much bigger than the original because you don't make it small so just gonna make sure it's not too big at this point so I have to be very anal and really really get to below the scribe line I mean like just to the scribe line and then I'd have to check it with the template and then I'll connect to the template and then I'll do it so actually the end and the last part 雙方的雙方需要少許多努力 很小的木材 像0.5mm 但是你必须得到完全正确的 你必须得到 因为除了材料、材料、材料 每一步都会增加,会增加很多 像我们的一首首首弦的手机 它其实是几公斤比较长的 不是太好 至于我不喜欢,甚至我没喜欢太大手机 I think that it's not a big even though bigger instruments are possibly louder okay let me check the hollowness of let's see can you guys see if I bring it real close yeah you should be able to see so there's light coming through the middle part of my square okay, it's slightly hollow all the way to the end that means this block is almost complete i just have to put the template back on to feel the edges make sure make sure the it's flush with the template like your fingernail shouldn't be able to catch on the edge but right now my fingernail caught a little so i need to file this a little more so that means i'm not down to my scribe line yet so i put in my pencil mark again and get this out put it to the other side and then check again feel it okay it's flush it's completely flush on this side maybe only a little towards the end it's it can i can take a little bit more off here but apart from that it's good on this side and i don't like that sound okay i should protect my f hole okay so it's a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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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y bit here that was too much so i'll just file it again and the pin is poking my knee the blocks are scratching my thighs i should go wear long pants in a bit okay i'm almost done here so so i have like one more minute before my video timer goes off and then i'll be cut short maybe so i'm gonna finish this okay okay the line's completely gone now it's all good all good and then i'm just gonna check one more time check the hollowness one more time make sure it's still hollow it doesn't have to be like super hollow it only has to be like tiny bit hollow and yep it's hollow i'm done so i'm done with like one side one of the blocks so i'm gonna be working on the three the other three on my own i'm not gonna bore you guys with that i'll probably i'll see what else i'm gonna talk about i'll probably make another video so see you guys later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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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拍些少許東西 但是今天就不打算唱歌了 今天純粹只有這段時間可以錄一些東西 但這段時間我就拿來 怎樣都想上山走一走 那就錄一些 聊聊聊聊聊聊聊近況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講回音樂上關的事情 其實我們就 現在錄一首歌 我們正在錄一首歌 我們在聖誕前 即是現在12月會出的 但上傳流平台能播出 就應該可能是聖誕 那這首歌是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都說了事先張揚了 就是我們今年寫了三首歌 以這個Cyberpunk為主題的歌曲 就第三發了 第三彈了 記得第一彈就是這個明日新城市 有少少這麼多的 電音 都不是少少的 都算是電音 電音多過Bang 即是出街的 即是錄音版 就說 訴說一個 這個Cyberpunk 科技先進 但生活質素低下 科技上流 但人類的生活質素下流 是一個西把崩的現代世界的描述 比較靜路一點 接著第二彈就是 有少少幽默一點 就是常人發明IT狗 在講這個 科技的反誓 對人類 而這件事是人類做出來的 正正就是今次的IT狗 成就明日的IT狗 雖然都是heavy的題材 但就幽默一點包裝 跟第一彈不同 接著 接下來就會第三彈 這次呢 就是 是情歌 我們玩甜蜜 即是沙不噴裡面 當然 他不只是說 一定是那種 很機械人 很危紅光 周圍都是屏幕 很西把崩2077的遊戲 那種 很公學 是不是 很matrix 那些很 很籠統的 科幻感覺的 世界 不是的 那可以是怎樣 很浪漫的愛情 所以這首歌的歌名 現在也併用了 就叫做 暖暖元宇宙 對 這個是working title 但是 沒有一個好一點的名字 就用了 就叫做 暖暖元宇宙 是描述一個 在元宇宙裡的愛情 這樣 那 那 這首歌是 即是真的是一首 是認真去描寫 那種浪漫的情歌 但是其實是有點 令人害怕的 因為那個背後 他背後 這首歌描寫的世界 真是 真是美好的 對不對 真是好的 那 所以不是說很曲線 所以就 所以就 有少少 黑色幽默得來 又不是很黑色 其實真的 少少曲帶 其實也有點直 大家留意一下 那 除了說 沒有音樂就是這樣 其實我已經作了 其實同時間 除了這首歌之外 這首暖暖元宇宙已經是 即是已經搞定的 stage 那 再下來 啊 我現在在哪裏 我現在在金督前馬徑 準備上去機窗部的位置 是啊 那 開始進入了 那些要用手扶的路 那 那 講一下什麼呢 除了音樂上 除了 暖暖元宇宙之外 其實我們就已經 我已經做了 即是 創作上面 我們已經夏天有兩首歌 兩首半歌已經做了 那 頭兩首呢 現在當然賣關節 不可以先說 但是 是一打馬兩首歌一起做的歌 還有都會有一些 即是去年我們就會和小肥合作 那 接下來呢 今年這個 即是接下來講 打馬那兩首呢 即是不是暖暖元宇宙 那兩首其實都會有一些 都著名的 的 都著名的 都著名的 都會和我們合作的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就 即是創作方面 我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 那再 明年呢 其實還有一首呢 有一首 有一首 蠻蠻的歌 那 歌名什麼都全部都不說 但這個題材比較 蠻蠻的 講一點 很少 成年人的 感情東西 那 但是那首就 嗯 我們 即是去年都創作 我做了 但是看看會不會改 因為 可能 他們有些說 嚴鹹羞 那首歌 哈哈 即是嚴 為什麼他真的講 成年人的 關係的事情 即是成年人會 會心微笑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 當中 即是難免會有 少少的性子涉 性的描寫 當然 我不覺得露骨 但是他們說 可能怕露骨 可能改 那我不知道 那 那 因為 應該是有個 是有女性去合唱的 那 看看 究竟 即是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哦 舊路那邊 可以 沒有 剛好看到一條路 那 這裡呢 不好意思 舊山 山路 舊山 那 因為都是有人走的 因為 你看到是有 它當然有水 它有 很多是 薯水充斥的痕跡 但是你看到其實都是有人 人工 人工 坎乏 即是開路 開過一級級路的痕跡在這裏 是 不掉屋子就行了 唉 所以呢 其實 在音樂創作上 其實 就應該我 都 即是 假年的事 我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我 勤力 我是 即是 已經交 交了貨 好就開始有少少 高 我們再繼續上去 唉 唉 這裏好像被人清潔那些林 不知為何 Anyway 好 繼續 唉 咦 這條路弄得我有些 在這裡 過了來這邊 這麼有趣 唉 唉 這樣呢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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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路來的 這邊是舊的 那邊是新的 那麼緊要 走這邊也可以 唉 那 除了音樂 先 所以說音樂 我已經是 我不是說 即是 當然是繼續做下去 如果有機會 有東西繼續寫 繼續寫 但是 起碼到數了 是不是 到數了 那我沒有什麼 創作東西是搶的 好 那 繼續 那 嗯 嗯 嗯 講一下 什麼 近來 你釣的電影響 就不說了 呵呵 經常被人說 唉 真 哈哈 那我壞的 那我壞的 經常 忍不住頸 在那邊說這些 那 但是其實呢 唉 私人經常說 唉 很久以前的事情 不想知道 但是呢 我想說呢 僅僅知道八十年前的 歷史呢 其實是很近的 好像昨天發生一樣 在雲雲的這個歷史長河 為什麼呢 因為近來 看過一個 看過 Netflix 好像在那裡 那 有一套 去 找 Graham Hancock 做的 一套 講古文明的 呃 劇集 那些東西 其實你都知道的 聽過了 那真是純粹 它是一個 Documentary的劇集 這樣 不是劇集 是一個 一年之七八集 還是怎樣 那 那 如果你留意到 那些什麼 古文明 成美學的東西呢 就不是新聞來的 那 但是呢 呃 就 呃 那 但是就 就是 他們 就由頭做一次這樣看 那 就溫下書這樣可以 那 但是 其實它主要是說 就是 順史 即是兵學時期 之後 到 我們所謂的 這個文明的順史 之後 之後 之間 呃 其實很多大段的歷史空白 那 在那段地方 我們現在的教科書 都是說 那段時間 都是一個 石器時代 唉 就是 都是石器時代 石器時代 石到一個 突然之間的位 所以 然後 就會有 就是 有一個青銅 才突然有青銅 青銅 青銅 青銅器時代 唉唷 很多蜘蛛 青銅器之後 然後 跟著 才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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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現在 我們認識的歷史 中間其實跳了很多步驟 有一段 但是空白 那它提出的理論 就是說 其實 第一 文明呢 可以有不同 即即是同一個時代 在地球不同的地方的人 都有不同的文明的 水平的高低 就是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 當下 那其實有大城市 即是有在一些 各大州都有些很大的 Metropolis 大城市 超級大城市 但是同時間在一些 很遙遠的地方 亦都有一些 土著過一些 和現代 所謂現代文明 依然佔不上邊的生活 是不是 所以呢 首先 第一 就是 我們要接受一個概念 就是 即是它那個 Docker Manchin 它在講的一個點 其實 你找到 在一萬年前 有一些原始暴落 就不代表 當時 地球上面的 所有人類 都是 都是 暴落 那它 難保 大部分 可能當時 地球大部分都是暴落之外 其實 還有個別 有一些 高度 比較 高度文明的 城市 在這個世界 在地球的其他 和其他地方 所以 例如 我們一向都有一些傳說 亞特蘭提斯 那些 但是 即是 大洪水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文明都有紀錄大洪水 但是 其實 除此之外 我們整天 沒有什麼 著墨下去 我們 傳統的 歷史觀 但是 其實 即是 近 近一百年 其實一直挖到 挖到 十幾二十年前 都還挖到新的 其實越來越多 石建築 就發現 其實 人類 那個 即是 在 在 起碼 一萬 甚至至兩萬年前 要走這邊 一萬 至兩萬年前 其實 要跳 等等 一萬至兩萬年前 其實 人類已經是有 搬運 一些 不合比例地大 的石頭 不合比例地遠 的搬運 已經有紀錄 還有 那些石頭的 前隔 也是 以當時 如果 還說那些部落 龍家 狩獵 Hunter Ghetto 那些 就是 原始的 狩獵部落 或者是 採集 部落 他們沒有那個科技 去做到 這麼漂亮的 切割 石頭 那 即是 即是 即是今時今日的科技去做 都還沒有一些 很好的 工具可以做到這麼漂亮的 好 嘩 因為 有點喘 不要緊 陪我走上山頂 差不多講完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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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 即是 那段時間 那些人類 已經是做到 即是已經是有這樣的 大型的石頭 建築的遺跡 在這裡 那 當然很多解釋 沒有人知道 那麼 你未必相信 就是 那個 Granham 講 Granham Hancor 那些 但是 就是 起碼就是 你見到主流的 考古怪 是不會 空白的 這些 甚至刻意去隱瞞 那 但是 這個 他們說的是 起碼 一萬年 甚至兩萬年 即是說 在冰河 正直 在冰河時期 期間 根本 即是 當時地球上 就是 應該是 不會突然 即是 當然有冰天雪 在裡面 當然有 不同的 即是有些 我們認識的 當時所謂的 原始人的 會不會在地球的不同角落 都有個別的 一些 比較高等的文明 或者 即 例如 不同 有些特別的 即 當然 如果你 你會覺得 當時會不會有些外星人 和地球人的共存 因為 如果純粹靠 人類 人類地球人的 發展 那個技術的發展 正所謂 正所謂 為何突然間會 有些 即是如果是 整體 應該文明很高 不會只是個別地區 那 但是 又 呃 又 但是有什麼 但是他又 呃 呃 呃 即是有些地方 當然 如果他一手一腳 是由地球 不是 人類自己 在自然 繁衍 自然 自然 去進化 跟著 那個好像又快 等著 去到 那他可能是 即是可以有些合理的 解釋我 我偏向相信 合理的解釋 其實是有 有幫 即是 他不是自然 他不是自然的 他是有外力去幫助他 我覺得 即是 我會偏向相信 是 有外力的幫助 是的 哪怕是 外星人也好 我們一些 在 即是 時間上的 一些祖先 或者是穿越者 什麼都好 即是 我不知道那些 但是我覺得是 不是 是有外力去幫助他 去解釋一下 但是anyway 重點就是 其實你見到 人類那個 即是 很 很 講的是 起碼 即是如果現在這樣算 那些建築了兩萬年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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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時有什麼不同呢 重點就是 當時 因為沒有大洪水 碧羅時期 那 其實 當時海 那個海細很多 地上多了很多陸地 那 所以呢 很多 為什麼 那時候突然之間 有洪水 這麼多 文明被淹沒 即是有機會 一些高等文明有機會被淹沒 那 可能 就是可能一些 大洪水突然之間 湧 即是把大量的陸地 都掩蓋 那 所以 令到很多文明的人 去 突然消失 一夜之間 即是所謂的一夜 它不是真的一夜 那 它是 相對短時間內消失 那 雙文明的 總之 就零星地散播 給其他 我們現在認識的 所謂的文明 那 即 那個 排場故事不說了 但我想說 我想這樣 分享一些 就是 其實 唉 即是你做我的祖先也好 你的祖先也好 其實是 在說 熬了 至少 我再遠都不知道多少 即是 至少不用短 即是兩萬年來 即是 你 你祖先 不停有祖先 會 要 要 要不死 要溝到女兒 要生到兒子 要打得贏仗 要熬過饑荒 熬過疾病 啊 呃 耕到田 吃到東西 又不要 怯狗狗 不要太蠢 做錯一些 簽罩上面 或者一些定居上面的決定 是不是 做咒到你今時今日 你和我在這裡 唉 這樣才可以 還可以聊聊天 這樣 當中是經過幾多的 幾多幾多的磨難 連一個史前的高等文明都毀滅了 都毀滅不了 你和我的祖先 但是 去到我這一代 因為我又不生嬰兒 又不生兒子 那 我是覺得是你 就是我 我這個選擇 不可以說我錯 你看到 現代人 類文明 那副德性 是不是 我人類文明 現在這個衰養 唉 但是那個感覺就是 就是 那 幾多萬 的 幾多萬年的 自有生命開始 幾多萬年來 累積下來的 那個不拉 去到我現在 我這一代手上 我啦 不要說你 不知道你們 就是我啦 我是決定 那不是的 我 我家族還有其他人 那不是整個 整個家族都沒有寶寶的 沒有後代 已經都有 但是我自己的決定 是不生 但是 你想想 我做這個決定是 多麼憎恨 多麼有怨恨 我才做這個 不犯險 停止犯險這個決定呢 是不是 但是 你都不能怪我 是不是 就是 你都要 即 即 即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不犯險 有很多人犯險 是不是 我的基因 我不覺得特別好 是不是 這樣 我不覺得我特別聰明 我不覺得 我的血脈非要留在世上不可 那我家族裡面有的 有其他人會有 小朋友 我也沒所謂 但是 變了 其實你 很多人就說 80年前 經常說 這些歷史的事情 做什麼 很久前 喂 久 真的久 起碼是說 二萬年 80年 只是昨天 即 所以 人 我不是說 每個人很喜歡 很興趣 天天 去到哪裏都說歷史 那我和 我這些都是 伸手上路 我都是初歌 這些 講 研究歷史 這些 是不是 我門外看 我叫做看幾本書的門外看 總是 但是 那個態度 不是說 這些事情 很沒有興趣知道 或者就是 你很覺得 歷史是一些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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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例如 舉個例子 我以前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歷史 我經常覺得黑白的 這個世界 我婆婆說 打仗 我媽媽說 以前打仗 怎麼窮 怎麼什麼 我全都是黑白片的世界 那時候的世界 好像過了去 突然之間 扔完原子彈 那個世界就彩色了 那個才是我爸媽出生 就是戰後 我爸媽出生 因為我爸媽說 他們小時候的 好像那個年代的香港 才是一個 我認識的 一個香港 或者是我認識的 現在同一個城市 好像那個 那個時間 過去之前那些 就是一些 黑白紀錄片 的東西 那當然現在是大了 當然有很多科技 令到現在的片 都會變得彩色 還有 人大了 會看多一些東西 其實是沒有這個界線的 其實是 那個 歷史的承傳器 一條龍落 就是 有 你可以追溯到 就是 一九幾幾年 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 時期 其實他都是 裡面的人物 世界都很豐富 發生的事情 那 其實 就是 變了就是 如果很多人 我們會 我都會覺得 小時候上過那幾堂 歷史堂 這樣 這裏有路 幫我 下回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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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振 Adult 下 下 第一集說世界發生什麼事 然後主角出場了 開始講故事 看電影當然是第一集介紹的故事 那你就拿了那個 那個說法 那個看法去理解世界 就結束了 眼前的故事是怎樣發生的 但是其實 故事就是這樣 現實世界不是的 即是 他 好像 大家的興趣就是 總之第一個 chapter 小時候讀書講完歷史 這個世界是怎樣來的 好 完了 接著你就 只是看眼前 發生著 眼前那個世界 你幾秒的 舒服不舒服 這樣 但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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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不可以至於這樣 你不可以說沒有興趣的 即是對歷史那樣東西 即是不可以說 呃 呃 即是 即是你可以不用很有熱情 但是你不能夠說一句 哎呀我對歷史沒有興趣 那 這句是 這個說話是 不要說出來的 即是 你 即是你沒有興趣的 當然你不用刻意很熱情去 但是 這個世界是要有 人是需要對 對歷史的東西是有 興趣的嘛 那有人去做這件事 那 他又不是用槍指著你 那就有了 即是 即 你就是要欣賞這些人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這件事 那所以 無論是二萬年前 還是八十年前 推而廣之 其實 二十年後 一百年後 二百年後 就是 一個世界是怎樣 有些事 你當然不會知道 他的形式 會很不同 但是其實 你 kind of 就是 即是 減股的資金 甚至有一點點知未來 即是 而 你會覺得就是 對未來有憧憬 最後的今天結論就是 我覺得這樣去看歷史是你會覺得很失望的 對於人類這個文明 是很想 例如我決定不生孩子 某程度上是一種報復 一種詛咒 一種curse 但是 我個人是這樣做 但是問題我覺得 尤其是我們 嚴格來說人類又沒有資格去 就是又沒有資格 就是 修人類皮這件事是留給上帝做的 那我們人類自己 其實是沒有資格去自己 不應該自殺 但是當然 其實整體人類我不覺得 我不贊成人類有 自己主動毀滅自己的 就是權利 就是有選擇的 雖然我都 個別 有些人在做 例如我 雖然這樣 但是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我覺得人類整體我不同意的 就是 但是內閣 雖然我不同意人類 很應該 人類沒有能用的 沒有救的了 所以我們要主動去毀滅 我們就毀滅它 我們對人類沒有希望 毀滅它 我不同意 人類應該有權利這樣做 這個權利應該是 留給上帝做的 就是這件事去修人類皮 這件事是留給神做的 但是呢 就是內閣 人類在沒有意識 不知道有意識還是沒有意識 做出來的 那個客觀效果就是自毀 是不是 那這樣 又很內閣 所以 所以我 我做一套說一套 其實就沒有衝突的 就是我自己可以做的 我不代表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當全世界 我只剩下我一個 就是人類現在很稀少 我有生殖能力的 剩下我 很少的 那可能我會覺得 到時候我可能就 都要生孩子的 因為其實 但是不是啦 現在這個不缺我 現在 那所以呢 在不缺我的情況下 我就 就是 裝衣就 就不育主義 又不生呀不生呀 這樣 但是其實 唉 好 差不多到頂了 唉 在這裡看看我的 看風景位 就是 其中一個 風景位 很漂亮的風景位 唉 唉 但是呢 今天說了什麼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結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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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 總之 總之 總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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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就是 看多一點過去 你會 你當然不知道未來 但是 看得多過去 過去的東西 以前有一個個不同段落 書本上面的某些套版印象 或者我們對於過去 以前的認識 就一定是來自舊報紙 舊片 舊圖 舊照 我們對於舊底的世界 的構造 建構 全部都是來自 那些僅有的黑白畫面 但是當你長大的時候 當你能夠串連過去 這些 不同 過去的不同 時代 歷朝歷代 或者 沒有去到歷朝歷代 那麼遠 近代史 近一兩 近一二百年 那些東西 你開始串連到 那個圖片 不再是個別零碎的 一些圖畫 書 某個古城牆 某幾支古大炮 某幾套官服 某幾套 武俠劇 這樣 去零零星星 去理解 當你串連去 能夠可以 比較好一點 去串連過去的圖像 所有東西 變成一個 一個 一條 一條 連貫的故事線 其實你會開始有少少 當然你不可能知道未來是怎樣 但是你會 將你對未來的 想像 收窄了 而當你做得幾十年 更多 或少 你會 把握會大了 你不會知道 要你發財 不可能 例如落彩下期開啪 你不知道 但是 那些 那個質地 那個質地 那個味道 那些不好的東西 你不會猜得太遠 開始近的 那 那 所以 沒有 就說完了 就是分享一下 這陣子看 那些什麼 這些 的東西 那 所以我覺得就是 看多些歷史 你這個人 會 沒有那麼瘦 眼前的東西 那個波動 你會 有些很傻仔的東西 你不會好 真是不會計較 很多你身邊的人 有計較的東西 你會開始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開始有些時候 就是 我不用煩這些東西 我真的過了那個階段 我真的 煩少很多這些 你身邊見到 有些人會 天天在煩的東西 當然 他取而待之 他會變成了 另一些煩惱 或者 一些 另外一種的煩惱 但是 反正 起碼 這個 我會覺得 好些 所以 我想分享這個 小小給大家 喂 差不多到山頂了 所以 我就 繼續拍完尾那段 那 下個禮拜 再聊 拜拜 琦琦樂壇的時間 今天 就是 星期五 當然 星期五 是早上 今晚 我參加中醫學院的 歌唱比賽 中醫學院的歌唱比賽 全部都是唱K歌 是一個聯誼性質的活動 有些老師都會出席 有些老師都會參加比賽 就是一個 有個老師 就是一個內經的助教 是在我後面出場 因為大家都是聖良的 我經常想問她唱什麼歌 很年輕的女生 我想知道她唱什麼歌 我想知道她唱那些情情插塔的歌 的效果是怎樣 別人的事情都不管了 其實我也很大 因為我一練自己的歌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的歌 是很糟糕難唱 歌詞整天會混亂 音又飆得很糟糕高 我唱第二首 這個叫做四禧調神大論 讓大家看看 今天就會練歌的時間 因為今晚是比賽 其實我昨天 都在學校那裏 這些是上課那些 昨天都在學校那裏練到 練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看看 有些東西去哪裏 沒有了 文件 四禧調神大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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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首 我也知道自己很糟糕 因為 因為我經常有些歌詞 都很糟糕 例如 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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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鴦鴦 春夏鴦鴦 鴦鴦 這兩個字 就會倒糕齊 轉 很糟糕 因為這篇 藍文 每個人都會背 因為老師叫所有人都背 所以唱錯了會死 普通的歌詞尾唱沒緊要 中醫學院的歌詞尾唱錯會死 然後 萬物同行 萬物浮沉 故意壞壞 浮沉 我經常唱錯 這個字 以 以重其根 乃重其根 或者顧重其根 我都會唱錯 十分之不要 好 接著 這裏有些不同的 負四時陰陽者 是第一句 接著 這個反過來 故陰陽四時者 這裏 反過來 故陰陽四時者 經常倒轉 所以我很害怕這首歌 這裏飆高音 很難唱 接著 中間有個Solo 然後 負四時陰陽者 萬物之本也 接著 從之則智 亦之則亂 反順為亦 是為內格 那這裏 有個很短的Rest 這裏 唱完這句之後 是為內格 很短的Rest 接著 是故聖人 不自已病 自未病 這裏得很少時間 讓我想一句歌詞 對 接著 這裏其實都是A的開頭 那 負病 以成而後藥之 和之前不同 之前都是負四時陰陽者 負陰陽四時者 這裏不同 變成 混合出來 我又不是每次混合到 那我就很惶恐這首歌 還有沒有什麼地方休息 這些難的位置 令我相當惶恐 那這樣就 就需要多鍛鍊下練習 這樣就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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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對 這裏 我多次都唱錯了 會不會很大聲 是不是很大聲 他的音樂聲 來多一次 已從其根 故與萬物 奉陷於生長之門 易其根 爭佛其滅 貴其真意 故陰陽四時正 萬物之中刺也 四十之伯也 易之則在回生 從智則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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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者 讀者 生 人 行 愚者 配知 從陰陽 則 生 易之 事 詞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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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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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思是陰陽者 萬物之根本也 信之則自 亦之則亂法 信為亦是為愛家 是故性人 不自以病自未病 不自以戀自未戀 痴之為也 扶病以性後若知 亂以性後知知 又可而穿井 鬥而住醉 不亦萬物 盜者 盜者 星人行之 亦者 配知 從陰陽則心 亦之則是 這首歌我本來打算在內京的《普通通通通》唱 那一系列的歌都打算在內京《普通通通》 可惜 我不可以唱 咦 再來 好 ola выступ 2 3 3 好 不陰陽四時者 萬物之今也四 心之滿也 亦之則在外生 從之得過則不理 為得道 徒者徒者 生日行之 愚者配之 從陰陽則生 亦之則是 試試試看 平安三陰器那個側瑄著 生日蕾黏的 因木尖冬說的話就是對話推開 構想振髏 將來這裡去 時間看 平安 50獴股交配 恨人ona抹茶 佛四月是阴阳者万物之筋本意 從之則自 亦知則亂 反信為亦是為內駕 是故性人 不自以命 自未病 不自以戀 自未戀 此之為也 扶兵依 誠而厚若知 亂以誠而厚志知 理由渴而穿正 鬥而絕對不亦萬步 道者 道者 星日行之 如者會知 從陰陽則生 亦知則是 我這一系列的歌 在Terms之前要背的隱魂我全部都作了 可惜我沒有這樣的勇氣 在姜教授的田荷裡唱了 我唯有借這機會送給大家 多謝各位 不要再來 我看看聲音到底是否可接受的範圍 稍微停一停 繼續 剛剛檢查過的聲音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要練習了 唉呀 好啊 繼續 不如試試看 不要看 不要看歌詞 不要看歌詞 最難是背歌詞 扶思之音 者 萬物之間本人 所以聖人春夏養陽 秋冬養陰 以從其根故意萬物 負尋於生長之門 亦其根則不其妙愛其真意 故隱若死時者 萬物之眾此也死 生之本也 亦知則在外生 從知則過 在不理事為得到 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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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人行之 愚者 背之 從陰陽 則生 亦知則是 音樂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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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伏思是阴阳者, 文物之根本也 从之则言, 亦之则暖怀信, 唯亦是唯内阁 是故性人, 不自以病, 自悲悲 不自以略, 自未了, 此之为啊 无病以诚意后议之, 乱以诚意后知之 汽油渴而穿井, 斗耳住醉不业万分 导者导者, 生日行之, 愚者会知 从阴阳则生, 亦之则是 我本来是应该在姜教授的跳套 唱完我这六首歌 六首是Beat Ham背书的法案 我都有做完的歌 我相信我没什么勇气 我借着这个机会送给大家 多谢 又唱 胡思 哎呀, 入不了 好 胡思 是阴阳者 万物之间半夜 所以 圣阳春夏仰阳 秋冬仰阴 已从其间 富与万物 河沉与心掌之门 亦其间 则不其门坏其质也 故阴阳四事者 万物之中刺也 亦之则在海生 从之则不其至违得到 独者导者 性人行之 愚者配之 从阴阳仰之则 从阴阳则生 亦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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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亦之则 天津 爹 亦之则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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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